我们第六次上课 那前面几次上课 上次上课的重点 稍微回顾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切割 那个会员的资料 那切割资料的话呢 因为那个会员资料中间有斗点 所以我们理论上的话 是把那个档案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 它读进来至少两种以上的方式 一个是read read的话是全部读 可是全部读的话 当然它不会帮你切的 所以如果你要能够切的话呢 可以用另外一个叫realize 后面加一个line 加s吧 那指的就是每一行 所以呢这个资料尾巴一定是换行 那它会帮你把尾巴的换行切掉 然后直接就放到一个串页里面 所以特别是哦 如果你是用read的话 它return回来的词 会是文字 那realize呢 return回来的话会是创列 OK这点很重要哦 不要搞不清楚 我发现同学搞不清楚 那当然你 所以realize回来是创列的话 那你一定要怎么 用那个for回圈就做处理嘛 所以我们是先用realize 然后产生一个realize的一嘛 然后再用一个for回圈 for in range嘛 range的话就0到len len就算它的长realize的一嘛 就是要说它的范围全部 然后呢在这个回圈里面呢 再分别把它每一行每一行取出来做什么 切割 那因为它有逗点嘛 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split的函数 然后把它切割 切割完之后return回来的就是 也是这边就说split也是一个串列 有没有它是切割 所以五个栏位它就用一个串列 里面就是0到4的资料 那我要的刚好是1跟4 手机 姓名跟手机 所以我就取历史2的 历史2里面的1跟4 然后呢我就可以把我需要的两个栏位取出来 OK大概应该知道吧 那未来这种切割 或者是怎么去分 放在串列里面 这种应用非常广泛 那当然这个跟eSale也非常有关系 因为eSale本身 它的结构就是一个表格嘛 那它一定基本上就是横向一列 横向列 那如果呢我们要把资料放到那个 eSale里面的话 那基本上你要先切横向一列 再用append的方法把它放进去 那资料就放到eSale 好像上个一般我们有讲到 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大概有这个概念的话 以后要把资料放到eSale 其实就不是那么困难的事 但如果你这个观念不清楚 我就觉得这好难 怎么会这样一直出现错误 而且一直是什么 是要形态错误之类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出现错误就是什么type air 每次看什么type air type air一定就是形态搞不清楚 明明它是串列就给你把它当文字处理 对不对 那大概一定不对嘛 OK 所以特别处理呢 一定要知道说那个串列这个形态 OK 所以上个礼拜我刚刚讲这个 如果你不太熟悉 我建议你回去开个新的module 然后把这个上个礼拜这个 切割会员资料的那个第二栏跟第五栏的 结果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并且最后存档 那后来我们好像要把这个结果存档 那存档的话呢 我们有几种存法 不外乎就是存成tst嘛 存文字档 所以存档还蛮简单的 在Python里面呢 就是f.open open的话你给它一个档案 那比如说我想要存在member.rpt.tst的话 那后面记得参数是w啦 就写进去 然后再配合一个f.write 把资料写进去 那就完成存档的动作 所以如果假如你上个礼拜切割部分 这个不太熟悉 我是建议你要自己动手写过一遍 那另外的话呢 这是存档 存档的话也是一样 就在三行 先开一个档 然后再把它write进去 最后把它close掉 那就三行而已 我是建议这个一定要说 因为存档蛮重要 你做了半天最后就要存档 反正你做完之后没办法存档 那等于是最后功亏一亏 等于错了等于最后没办法存档 那等于好你 你说我把它锈在控制台 可是控制台的问题是你 你锈出来你现在还怎么看 现在再把它打开再 那麻烦嘛 你就直接存档就好了 ok 另外我要补充那个证照考试的题目了 总共有90题 应该是双数而已 所以90除以2 45题 所以在云端上面我有放 我是建议45题 你们有空的话练一练功吧 如果你45题都可以把它练完 然后并且还很顺的话 那表示你参加这个考试应该没什么 不过我只有放双数哦 那因为它题库我不能全放 因为这样会侵犯到人家吃 所以你自己可能要去买题库啦 ok这个我想这个钱你们要自己 然后呢你若觉得ok 然后也很顺 你就报名这个考试 花个报名费 就把它考到你就有个证照 70分就及格了 那考试时间100分钟啦 因为之前有同学哦 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学这个没有目标 都要干嘛 我说不然你就考个证照嘛 你考到的话至少 你有一个专业嘛 人家会发个证书给你嘛 上面有人帮你签名啊 有人盖章给你嘛 至少是第三方公证单位的嘛 有授权的哦 不是说随便阿玛阿古发一张证书给你 那谁 那谁会相信嘛 ok 那最后的话呢 关键就上礼拜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如何存的easell 好存easell的话呢 因为Python本身哦 他其实 预设的里面的模组里面 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呢我们另外找了一个 那我查过了 其实基本 基本上至少1000种模组可以存easell单 1000种以上 那当然我们没那么多时间1000个慢慢去试 所以直接告诉你 我试的结果 用这个OpenPyXL应该是最简单的啦 那你也可以用别的 可是别的哦 当然有的有优点有的有缺点 然后我折中下来我发现这个应该最简单 而且我自己使用起来哦他还蛮顺手 他概念基本上哦 跟那个easell的VBA其实是相似的啦 相通的 所以我用起来好像没有太多隔阂啦 ok 所以你学会这个你要再延伸到easell VBA 我觉得比较不会有太多的障碍 ok 那也不是说完全一样啦 但其实使用起来没有那么困难 可是其实也还蛮难的啦 因为要记非常多东西 那我有把补充资料放在云端上 你们有时间自己再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OpenPyXL要把它完全了解 哇那真的也是不得了的事 不过如果你没那么多时间没办 你先针对你最需要的 比如说我们想要存档 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比如说把TST存成easell 就是XLSXX 那其实用OpenPyXL 就ok了 但是前提就是说你要有那个概念嘛 他一定会先OpenPyXL 这个模组下方的话是Workbook嘛 Workbook是工作部嘛就easell 然后在下一层有没有就叫Worksheet 或者说那个sheet是我们定义的变数名称 所以是工作表 我跟你讲 OpenPyXL下一层就工作部 在下一层就工作表 然后在下一层呢 其实他就是 横向的一个串列 你可以把它 就是横向一列 对不对 你就可以产生一个串列 就可以把它Append的进去 那他就会帮你写到一列 一列一列一列有没有 那我们上个礼拜的重点 就是把它呢 先产生我们的那个切割完的会员资料 然后再把资料呢写入到easell 存档 ok就上个礼拜的重点 ok 所以啦如果你这些不太熟悉 我建议你多操作 或者是换一个东西多操作 那当然 这东西至于将来要怎么用 我觉得就是看每个行业别都其实不一样 每个人的需求也不一样 那可能就是再做一些变化 至少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啦 就是Python延伸到easell这件事 其实就相对的没有问题了 那这个桥梁的话就是OpenPyExit 这个模组 ok 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一个 我刚刚讲过至少1000种 所以我们可以 找出可能前2或前3吧 那目前用起来大概这个第一名吧 我是觉得 第二名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叫Pandas Pandas就是那个熊猫嘛 他刚好那个是跟熊 可是问题Pandas 我是觉得没有这个简单 因为Pandas部分有些地方可能蛮好用 但是他难度我觉得 复杂度相对比这个还要难 我觉得很多 ok 因为Pandas第一个 如果你要把资料放进去 你要先建立他自己 自己创了一个资料形态 叫Data Frame ok Data Frame又跟我们原来的创业又不太相容 你变成你要重新再学习一个Data Frame 我觉得真的是 所以Pandas内容相当的 多啦 可是问题你要花的学习的时间 就非常的多 ok 难度也会非常的高 ok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针对这两个模组 去了解 那坊间的书籍我看起来就差不多啦 反正就用这两个 还有别的啦 可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 你就这两个优先 当然还有别的啦 ok 我是觉得这已经够力够多了 ok 你的工作有这么复杂吗 这两个你都把它拿来用 应该就够了 我是觉得其他也可以 可是问题是说同样的东西你学那么多干嘛 而且每一个用的方法又不一样 我每一个要记好多的方权 哇真的是 才当这个熟悉碗 你又要换一个 会混淆耶 ok 没有那么多好带啦 所以我的学习习惯是最好是可以找相通的 因为OpenPATCHL跟VBA很接近 那我就不会常常在那边搞混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 这个跟大家提示一下 另外的话好像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切割了 用那个list 这个地方 我有提到 在那个第五个单元里面 比如说我要取第几个中间间隔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 应该不难理解啦 只是说这个恐怕要多操作一下 底下还有删除的 delete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 我希望显示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串列好了 你待会也可以做一个练习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有个串列 我开一个新的module 那我的module 这个module里面的第一个 我就是先把这个什么list 1先建立好了 预设的话list1里面先放什么 放123456 OK 那如果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取得的就刚刚好是1356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得到1356 这个结果 OK 那这样怎么办呢1356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几种做法 我要删掉这一个跟这一个 有没有 留下1356 那这个刚好它的位置是01 这个是11吧 然后是23 所以刚好 如果假如说我们可以创一个list 比如说list2好了 list2它的来源就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list1而来的 然后它是什么呢 它这个地方我可以从list1里面取的话 假如是2跟4的话 那上里面有讲过嘛 2跟4的话就是 我要取得的是1嘛 冒号 然后呢 到哪一个 这个是第四个嘛 所以它的概念中方符跟range一样哦 这边给4 因为我要到哪里提下来 所以它这个地方会取得123 有没有 123 这三个 但是问题我不要3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冒号2 这样的话呢 有没有 它就可以得到24了 应该理论上是这样吧 OK 这个同学最后有问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那最后如果把它print一下 print什么呢 print list2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就会得到 我要的2跟4嘛 我看一下执行一下 有没有 2跟4 那你说老师那可是我如果要得到的是1356的话哦 那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怎么样呢 直接把它delete掉不就好 把list2 delete掉之后有没有 再把结果return回来 那我们不是可以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不是一个delete 对哦 你要delete 那delete 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就可以了吗 我们可以在这边加一个delete 我要什么 把这个 这个给它 有没有 意思说我要把这个delete掉之后呢 那最后呢我print直接把list1print了出来 这样得到的话呢应该就会是什么 1356了 有没有 我这边加一个delete哦 那针对是list1去做删除哦 OK 所以得到应该是看一下 有没有1356 OK 所以你们可以试看哦 假如说我今天哦 我有一个串列是1到6 OK 我希望得到的结果长这样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OK 所以哦 这边会用到一个比较很用啦 但也不是说不好用 但你如果知道的话 你就知道哦 原来可以这样用 OK 用delete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试试看哦 那待会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上个礼拜好像讲到那个 全省邮局地址嘛 今天接着去来看哦